这是关于一个傻子 追求女神的故事 小强的智商有点问题 而且天生腿就有问题 走路也是很费劲 这天有一个男人跳楼了 小强见这个男人要死了 那这些身外之物就用不着了 所以小强取下了男人的手表 然后又跑到了顶楼 把男人的衣服和鞋包都据为己有 现在小强摇身一变 看上去帅气了很多 小强平时没事的时候 最喜欢去街上欣赏风景 用一面镜子 看人间百态 小强坐在这里 可以看一整天 因为万子千红 各有不同 但是突然 小强看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女神 这个女神叫小芳 清纯靓丽 小强马上就跟了上去 虽然小强一无所有 但却有一颗勇敢的心 小强一直跟 小芳在吃东西 小强就一直看着小芳吃 小芳喝饮料 小强就看着小芳喝 从此小强不再去楼梯上看万子千红了 而是单恋一枝花 只看小芳一人 小芳那青春的气息 让小强是暗里着迷 这一天 小芳在商店里试鞋 小强通过想象 把自己想象成了那个店员 再帮小芳试鞋 在这一刻 小强无比的沉醉 能为女神试鞋 那是莫大的荣幸 因为小强愿意跪倒在这双腿下 小芳去剪头发 小强也跟着去 小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傻瓜 而是一个为爱吃狂的呆子 就这样 小强已经看了小芳一个多月了 有时会被人误以为是乞丐 好心人会给他一个硬币什么的 小芳去游戏厅打游戏 小强就在旁边一直看着 看得入了神 小芳因为玩游戏太沉迷了 所以也不知道小强在身后 小芳玩了一天的游戏 小强就在身后看了小芳一天 他们俩连饭都没有吃 谁也没有喝 都沉迷于自己的心中所爱 最后还是小芳发现了小强 这人怎么靠我这么近 是不是傻子啊 最后小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去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小胖 小胖是开出租车的 小强跟小胖说 我们把那个女孩绑架了 让她做我们的老婆怎么样 小胖也是一只可怜的单身狗 所以觉得这主意非常不错 当小芳从游戏听出来的时候 小强和小胖就行动了 小强拉着小芳就走 但小芳拼命反抗 就这样在大街上拉拉扯扯了十多分钟 最后小强终于是把小芳弄上了车 在车里的时候 小芳狠狠地勒住小强的脖子 要把小强勒死 最后小强被勒晕了过去 而小芳也勒晕了 两人就在出租车上睡着了 小胖把车开到了郊外 在无人的树林里 小强醒了 把小芳扛了出来 小强和小胖 打算在这树林里 和小芳生米煮成熟饭 小强飞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是找到了一块非常理想的地方 正当小强要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 小芳醒了 小芳直接就是一个大耳光 然后就是脊脚 对着小强大打出手 小胖见小强被打了 也上来帮忙 但这两个男人都不是小芳的对手 小芳是左一角右一角 左一拳右一拳 小芳打得满头大汗 小强和小胖只能跪在了地上 苦苦地求饶 从此 小胖和小强就成了小芳的奴隶 没办法 这就是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然后他们去到了小芳的家 小芳让小强和小胖帮忙干活 小芳的真实身份 是一个服务员 小强和小胖要跟小芳找寻客户 小强惊呆了 自己的梦中女神 居然是一只人尽可夫的小姬 真的是造烈啊 但小强和小胖 也只能听话赵左 他们俩在人群之中 去物色有需要的人 当小芳干活的时候 小强就在外面放哨 做起了保安 但小强每当听到屋里传来的声音 心里就无比的痛苦 我的女神啊 那些臭不要脸的糟蹋了我的女神啊 不过小芳的魅力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业务也是欣欣向荣 当小芳干累了的时候 也会给自己放一个架 所以就和小强和小胖 去郊外玩耍 虽然小强和小胖 只是一个提包提香的下人 但小强和小胖是心甘情愿 能陪在女神的身边 就已经知足了 小强和小胖一直逗小芳开心 就像两个开心果 因为小芳平时工作的时候 也是受尽了摧残 所以有了这两个开心果 小芳的身心都得到了恢复 他们到处去玩 在海边奔跑 就像三只无忧无虑的小女 小芳赚了钱之后 也会跟小强和小胖加餐 小强和小胖感到太幸福了 有女神是真的好 吃饱了之后 小芳又让小强和小胖去找客户 小强和小胖去到了沙滩 找到了很多的单身狗 他们都很喜欢小芳 但小强只能远远地看着 心里非常的难过 这天下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亲眼看到 心中至高无上的女神被摧残 晚上 小芳又跟小强和小胖买了大餐 业务做得不错 所以夹鸡腿 但小强却吃不下去 因为小强一想到那几时的单身狗 无比满足的表情 小强就没有任何的胃口 最后小强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离开小芳 不想再这样痛苦下去了 所以小强和小胖 就拿着行李离开了 但小芳却在半路拦住了他们 说我真的需要你们 如果没有了你们两个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小强还是心软了 还是继续留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 小强和小胖更加努力地干活了 再有一天 小芳去参加一个单身派对 派对上的全是单身汉 小芳陪大家一起玩 但因为是狼多肉手 小芳无法承受 看上去要死了 小强和小胖只能出手了 上去和这一群男人打了起来 最后因为爱情的力量 让小强和小胖有了超强的战斗力 这几十个男人被小强和小胖 全部打倒在泳池里 小芳虽然被救了出来 但还是没气了 小强心中最纯洁的女神 就这样香消欲损了 小强把小芳抱到了山坡上的草地 在小芳的尸体旁边放满了鲜花 还跟小芳化了美美的妆 然后小强躺在小芳的身边 静静地躺了一个小时 然后抱着小芳的尸体 放声痛哭 小胖也是气不成声 小强不想让小芳离开 所以在这草地上 小强一会儿背着小芳 一会儿和小芳跳舞 虽然小芳也只是一具尸体了 但小强还是舍不得 就这样 小强和小芳的尸体 在这草地上玩了整整一天 最后小强去到了楼顶 在身上背了一把小雨伞 就从楼上跳了下去 故事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 爱一个人是义无反顾的 不管能不能得到它 爱需要无私奉献 不论结果 最后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心想事成